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第二 这家公司连道歉他都没有 即是他写长文的 他说作为专业的装修公司 他们应该知道 如何正确安全地安装电视长柜 因为他重视没有一个细节 因为他确保一切安全 但他们没有 他们枯显了事 甚至丝工当中 连基本的螺丝都没有安装 就他们的疏忽 我不是在家的时候 整幅电视墙倒下来 扎死了我的压布 他说今次这件事 我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故 是明显的施工错误 完全可以避免 他们的疏忽错误 我们的压布就这样死了 他说他更加无法相信事情这么严重 装修公司连一个正式道歉都没有 只是不停打电话和传讯息给他 只是提出一个毫无意义的解决方案 就是帮忙换回新柜 在沟通过程 他只字不提 妈妈上身 每一次和我们沟通 我们都是第二次受到伤害 事故拿走了亚布的命 我们家人看着新柜 看着杀亚布的空气在家 一在家 完全没有办法释怀 越想越难受 他说了 事发之后 找一个装修公司 和这个工程无关的人 我们未见过的同事 然后当然就说 一切都是之前师傅的错 他为了了结这件事 他要求师傅 不是公司 赔回两万元给他们 他说 我连装修师傅都没有见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个装修公司 明明应该负责整个过程 为什么将整个责任 推给一个师傅 然后自己全身而退呢 最后他就说 痛苦和愤怒 我无法抹去 我应该如何 我可以先为一只猫 拿回公道 我这只猫 这八年 由BB女 臭到大个女 是家人 他说 不希望有其他家庭 经历这样的悲剧 他说 这件事 很多人就上了 就是那间装修公司 那里就留言 杀猫兇手 不负责任 派漏啊 垃圾公司不知所谓 派漏啊 好了 去到那个时候 在凌晨 装修公司才是社交专业 八分半钟的道歉片 自己拍了一条片 是的 就是说 生命绝对宝贵 恶门深感悲痛 对于意外事件 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他说 知道事件之后 立即派人去现场了解 打算提供家具重组 和维修服务 不过当时的客人就很哀伤 拒绝家具更换和维修 他说 通知了当时负责的师傅 到场跟进了 也就是师傅 我都哭了 和道歉 提出赔偿两万元 以作部分的赔偿 不过他说 暂时未清楚 意外的成因 那 他们同事都受到情绪影响 出现失眠等等征状 在一条片 公司负责人三次骨公自协 事件就发生到这样 你已经见到 是 骨公自协 就是阿西西 你也是装修界的 算是 我都有做这些工程 首先 他有百分多宗的道歉片 他没有说到 他也没有说 未知意外的成因 暂时我先说意外 未知意外的成因 但是 刚才你说的 那位 死了猫的主人 他也出了一些照片 例如现在 画面看到 那个 暂时他叫他电视版 又摔了 拍下去 一定是他前面掛了 这是正式的图 就是本身就是这样 应该是 因为都是业主事件 那些声音出来 是吧 是吧 他摔了来之后 其实 这个场上 这两个组 我要去回前面 前面 刚才那个照片 这个位置 其实他很多地方 可以加固 收回一些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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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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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建议 山fund 结果 有两个钢瓦螺丝 就能修回 grinder 但業主說基本的螺絲都沒有,我是同意的 雖然剛才那張有兩個鋼瓦螺絲在這裡收回來 其實它不是收在牆上,我反覆看過很多次 它是收著白色,即是剛才那張照片的白色櫃仔 不小心就堆穿了,堆穿到牆上花了 其實這兩個洞並不是鑽窿收螺絲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不要說有經驗 你是這兩個位置鑽樓兩顆,我當你收兩顆 你都已經是離譜了,你怎麼可以,你這麼大一顆 我當你兩米,一米半兩米,我當你這麼大 其實就不止,這麼高,對不對 你起碼八、九粒,四個角,中間鋼膠 什麼都要下,什麼膠你都要下 它反過來,那張照片是沒有看到任何下了膠 還有它中間是空的 那你現在拍這個八分半鐘,這條短片出來道歉 你是絕口不提這個成因是怎樣 但是我目測,我計我的看法 施工一定是很大的問題 完全是沒有錄,固定了它 用雙面紙中一張照片,可能沒有了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架,就是木板的後面 有些雙面紙,它是定了位 定了位之後呢,摺了四邊膠,玻璃膠 這樣就算了 OK 但其實實際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要 你起碼一定是落了膠在後面 是 它這塊板是空心的,其實只有十條環 它整塊都要實木的 這樣是怎樣 還有一個,它裝這塊木板 我叫它架屎板,或者是電視板 是那個師傅呢 他完全是沒有考慮過那個業主 是要將電視掛上去的 是 他想著那個電視就坐桌 喂,那個電視掛上去,是不是那個電視 都要 那一排後面那個電視架,它是要收進去的 是啊 那我現在先不說你的電視架 你整塊板你都沒有固定到 現在就是 是不是 它一想到下來,除非是業主造假 那不會的 無緣無故 照看的照片 你就是師傅那位師傅 是直接是來不合格的 這些 摘到一隻貓 人家的喪生 大家都不想摘到那個人 摘到那個BB 那令到人人有傷亡 那怎麼辦呢 不可以這樣 我西西很想問 現在他說師傅賠回兩萬元給他 讓他回回新櫃 但是他不會說那隻貓 我想問 你說師傅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如果就是一間公司 是不是本身他都要有些監管 或者他都要找些同事上來看看 究竟師傅做得好不好 去驗一下課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些人接裝修 他是一個人接完 他家師就找人做 這樣說 我不知道這間公司 是否整個裝修都包了 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說 有些就一個判頭包了 有家師就找人做 其實一個判頭 即是那個公公公協那個 其實他已經到現場去看 他馬上要上去 不是跟人WhatsApp 是啊 你出了貓的命 你為何不馬上去 即是根本 交貨給人之前 他應該去看 就算現在出了事 他自己都應該去看 不只是叫師傅上去 是的 那業主也都說 這個師傅 即是把老師傅上去 是他未見過的 前一陣子幫他施工 那班人去了哪 他又沒有交代 對不對 那你突然又多一個老師傅 那大致上猜到甚麼人做 還有這件事 是否因為那些網民罵得很厲害 事後公關什麼都好 就拍片 是的 因為你無法再做 人家這樣 人家分享得那麼厲害 是全天都在說這件事 但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之前 即是你這位師傅責任 跟人聯絡的時候 你的道歉有沒有 即是你不是說 那個師傅去到現場 師傅喊師傅他道歉 你作為公司 你沒有負到你的責任 其實你自己都應該 基本的道歉他都沒有 是啊 他拍片這個家司公司 他拍片 能夠拍片道歉 那麼有空 你為何不 那班師傅 師傅那班師傅 那些傅的兩個人 跟業主的溝通 是不是 那你不是 你自己拍片 對不起 那貓又不說 我們都很痛心 鬼不知道 難道你說很開心 對不對 這些是改變不了 沒有 你現在被人不斷洗回去 我怎麼允許你 那個事實 譬如你在業家人都 不要說類似的事 其實這些 那些苦主 可以怎樣去追討 真的沒有 譬如那些 經常驗東西 那個那個 有什麼位置 驗電器 合不合格那個 小米仔威龍 一時 他不會做這些事 又不關海乖 又不關警察 如果出人命 出貓命 我相信可以去報警 其實 因為有貓過身 你看警察部門 會不會發給你 跟誰去追討 但我想再看看一張圖 剛才有兩個洞 那張圖 我再講多一點 好 不行 麻煩你 好 再講多一點 我不想回答他 基本上 師傅是很大的責任 但公司也是 是 那這個圖 有兩個洞 是 按道理 譬如你收鋼雅 好什麼都 有轉了洞 收下去 就會有膠質 有膠質 什麼叫膠質 很多都看到綠色 紅色那些叫膠質 從而在後面 收過來的鋼雅 就會吃進去 但一看到它自己是花了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那兩顆鋼雅 不是收下去 是收那個小櫃仔 是堆穿了 是頂花了 我這樣看 我放大過很多次看 我是不覺得 它會有痕跡 是整個膠質下去 所以我再反覆看幾次 我又不想說 我說錯了 所以再看多一次 就是一件事我想問 即未必是 跟這件事有關 之前看過新聞 譬如有很多屋邨 現在做一些裝修 其實都是一些上面它下來的 可能未必連香港的牌 都未必有 可能上面有牌 這件事就是入境處那些有問題 但香港未必有牌 然後就收很便宜 其實這些在業內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情況 有很多 有很多 淘寶已經是 有些人貪便宜 淘寶真的很便宜 現在的價錢 你很貪便宜 你自己量度 有些大陸公司 說明都不怕 那你就上來 幫你帶他下來 那些師傅 是下來幫你裝的 那為什麼這一群人 又不受監管 即是很多現場 裝傢俬很幼稚 甚至乎現在 什麼泥水工程 油漆工程 在Facebook賣廣告都可以 沒有人監管 那這些 有人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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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關上房門 怎麼捕的 你關上房門 很多都 連下街吃飯都不夠膽 經常都在屋內吃飯 即是很普遍的 大把 全部都是 先不要說 搶了很多本地人的飯碗 但他們來到 如果出現他的問題 你未必有渠道 可以追倒他 因為你本身都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懷疑 師公那幾個 那幾個為什麼 你應該找老師傅上門 那幾個呢 那幾個你應該入師公那幾天 你出來 一字排去 我是師公那幾個師傅 我們跟你道歉 一聽你的聲音就知道 可能不是他 都不出奇 不是 我想說說這件事 一說太明了 我會被人斬 是 這是可能性 不是 肯定 但我都見很多 都是 人工便宜 很快 你可以有什麼保障 你沒有保障 但是你香港現在就是 吃飯都趴上去吃 為了什麼 就說很便宜 很便宜 我又沒有上去 為什麼 就是一個便宜 省錢 你做家師 裝修 都是這樣 你講30萬 他講11萬 12萬 你給誰做 一樣 大家給一些效果圖 一樣 很多人喜歡上去 整樓 在香港一堆 搞百萬元 上面八千元 對嗎 現在經濟差 就算經濟好 都是貪便宜的 本身打股票 賺點 又虧了 又虧了 糾巾 虧了一點 你賺了五皮 今天虧了兩皮 你就已經呱呱呱叫 你做了三皮一代 他不敢說這些 但是這些 現在室內裝修好 地盤那些 或者是圍村 圍村 圍村 因為圍村更加少警察 就知道了 不會有這麼蠢的 是大把 是大把 我這裏講也不敢說 那我們本地工人 怎樣 去大公司做 就整天追身 沒有薪出 現在去做自己 有手藝的事 又被人搶飯碗 你怎樣搞 現在香港那個 我們那些叫做工人 勞動工人 真的沒有得搞 當然是 死定 我們這些死定 即是這些行業 很多行業都被你力 有些是淘寶 沒有辦法 是合法的 但這些是非法的 淘寶 即是越做越大 這些下來 沒有牌 沒有牌的 香港不可以做事 你留意一下 有很多裝修 地鋪可能會少些 地鋪 因為他始終不敢 明張膽 始終有很多人 循來循去 那樓上的單位 一定有很多 好 我們這一節 下一節 會有一位 近來 甚至有些網友 叫我問問你 又是 何卯的前夫 那是誰呢 即聖全何卯的前夫 是 下一節 就會在我們螢幕面前出現 現在變成蔡何太 是 誰呢 下一節 好 記得進來 不然後 不會 是的 還有 有 一 集ó 第一 進來 紅